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有介绍一双我收藏的Saint Lauren的水晶靴 那时候正好是我夏天搬家 所以所有的秋冬款的鞋子已经都打包了 现在是10月份天气渐凉了 到了换季的时候 虽然还没有冷到我们需要穿这些过期的长靴 但是你记得我跟你们说过 每到11月份 尤其从美国的感恩节开始 一直延续到1月的就开始打折季 谁都不想刚买的东西就打折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会开始把我所有心仪的东西 加到这个Molesans的wishlist的心愿单 我也推荐你们这样尝试 这样等我们喜欢的东西一打折的话 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 以确定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双 我们当时想买却没有舍得下手的鞋或者衣服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鞋孔 鞋膜 鞋翅 尤其是designer shoes 就是这种名品鞋 我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疯狂失迷这些名品鞋子 有两个原因 因为我非常的尊重和支持原创 所有这些鞋子就是这种designer shoes 我都认为它是设计师本人的 首先是原创 另外是他非常天才的一些想法一些创造 所以我愿意花这个钱来支持它 第二是因为我很想知道这些鞋子都是谁出自谁手 是谁设计的 然后是它的哪些灵感 就像因为我对鞋子有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 我希望能够知道它更多的故事 对 基于这两点 然后在这我想说一下 什么样的鞋我认为是luxury designer brand 什么样的是contemporal brand 我喜欢shanel 对 我非常喜欢shanel这个品牌 然后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 shanel这个尤其是鞋款也是我每年跟我的这些朋友们吐槽最多的鞋 我吐槽的最多 然后买的也最多 但是我告诉你秘密 我大部分的靴子或者是shanel的这些秋冬款的鞋 都是等它打折的时候买的 然后 然后对为什么会提到这个shanel 是因为我发现 相对于shanel来说 我有另外一个品牌的鞋子 虽然是contemporal brand 但是我每年都会至少买一双 就是stuart wisman 为什么 我忘了我刚才有没有跟你们说 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这luxury designer 和这contemporal designer 区别是因为鞋底 大家可以抬起自己的鞋看一下 所有的designer shoes 它都是木顶或者皮底 或者是皮底包了木顶 反正就是不好走 皮底相对于木顶来说更好走一些 然后 stuart wisman 或者包括其他一些非设计师品牌的鞋 stuart wisman 他有一些是这个木顶 大部分都是胶皮鞋底 胶皮鞋底的鞋子 你知道就像有一种 就像贵族血统一样 然后他可能就没有那个木顶鞋 或者皮底鞋的贵族血统 所以相对来说 他就是对我来说 就算contemporal brand 但是他非常适合日常穿着 因为比较的舒适 然后对 我的这个 搬家然后鞋柜 衣柜迟迟迟没有动工 当然了 我相信当我这建好以后 也不一定放下我所有的这些鞋 我妈经常问我 说这希望 或者我朋友会见我 说你有多少双鞋呀 我特别好奇 说这话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双鞋 但是 我看到每一双鞋 我都会记得它们 认识它们 我会告诉你说 我为什么买它 我喜欢它哪些 我后来发现我不喜欢它哪些 所以今天呢 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 但是呢 我一会准备坐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靴子的这些故事 然后 在之后呢 就是这个视频的中后段 我会挑出五双 我认为适合日常穿着的秋冬靴款 给你们参考 希望你们喜欢 然后再开始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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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坐起来比较舒服 还是坐着比较舒服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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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 试试 试 试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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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让我觉得这格外的帅性 大家可以看这些鞋应该是我每一年买的不同年份买的鞋 但它们都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在鞋面上的各种绑带 比如说这种交叉绑带也好 或者这种可以卸下来的这种金属绑带也好 我还有一双它的大毛靴 哎呀我忘了放在哪了 然后也是这种绑带形式的 这种鞋就是我觉得Isabel Marant 给我也是很帅性中性的一种感觉 它跟这个Celine来说 它们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Celine是这种极简风格的这种中性风 性冷淡风 但是这个Celine给我的感觉更是一些 更丰富更立体 更这种像草原上洒脱 庄园田园上洒脱的这种女生 然后说到这个 说完这个Isabel Marant 我们说过这双Lauren Deckett 可能有些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它 Lauren Deckett是这个Chanel鞋里的主设计师 也就是说Chanel的鞋子大部分是它设计的 这是它第一年launch 不是今年啊应该是两三年前 第一次launch它自己的个人鞋旅品牌的时候我就买了 因为我很喜欢Chanel 然后它自己的鞋子又非常有它自己的风格 其实大家可以看见哈 你看这是我最近买的一双Chanel的靴子 应该是年前的款式 你看它们的鞋头非常的像 是这种扁圆形头 扁圆的鞋头非常有它的个人风格 然后另外其实柳丁你看几年前就非常流行 这个柳丁的这个元素了 有一点我想说所有这种有柳丁的鞋 包括这种漆皮鞋非常不容易变形 好处是不容易变形 坏处就是说如果你一旦买小了 或者脚变大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生两胎脚会变大的可能激励非常大 然后我这鞋就变小了 然后特别难就是给它穿的松垮 或者只能是让我妈帮我穿着 对 然后说到Chanel的鞋 最内头那双鞋 这双鞋应该也是它两季之前 或者三季之前了 就是Dallas 我搬到达拉斯了 Dallas的牛仔系列风格的鞋子 你看它鞋头有金的包边 然后就有点很浓重的牛仔风格 这个鞋是在我最冷的时候 然后我会去穿那双鞋 特别扛寒 然后皮质非常的厚 然后说到今年 其实这双鞋 这个 它们太淘气了 这双鞋叫Philosophy 我想应该是这几年 大家会慢慢的应该开始知道 这几季它的衣服其实也很少女 然后很有特点 但是这双鞋 其实我应该是先接触到 它们家这双鞋 这双鞋有一个什么元素 Oh gosh doesn't matter 这双鞋是一个 就是它有一个元素是这种 你可以把它 如果上身的话 就是把它这个全部 褶皱堆砌到你的脚踝处 就这个元素也是 今年很多鞋子 就是非常流行的一种穿法 就是堆砌 就你可以把它扔成褶皱 然后堆在这个脚踝处也好 或者小腿部的任何一个高度也好 就是有这种堆砌感 它是非常柔软的这种皮的材质 我看是因为这宝贝等不及要出来了 这双鞋 这双鞋正面看比较的低调 但是 超级性感我觉得 然后黑金首先是绝配 然后它从这个拉锁的拉链 应该是在这个是一个大腿高度的靴子 然后一直从大腿能够拉到底 然后包括一直延续到鞋跟的最低处 非常性感的一双 Tom Ford 然后我觉得 Tom Ford 的设计师 就是简直就是无论是从它的 Cosmetic 化妆品 就是口红香水 到它的衣服 到它的鞋子 浓浓的性感 就是 非常 有荷尔蒙的气息 对 这双鞋应该是在我怀老二 怀 Alex 的时候 这双时候我不应该那时候买 因为肯定是穿不了 但那双鞋我当时觉得这双鞋 哎呀呀 我绝不能错过 非常的性感 包着腿 其实我原来跟大家说过 为了你的衣服保持一个好的身材 然后现在觉得 嗯这话应该改一改 为了你的鞋保持一个好的腿型 为什么这么说 这种非常 就是 Stretch Lizer 非常有弹性包腿的靴子 靴子 尤其是大腿靴 对你的这个腿型要求 就很容易胖了 穿不进去 而且就这个拉锁 在拉上的时候 特别容易卡着肉 对 很性感的设计 但是如果长胖了的话 一下就会加着肉 嗯 所以为了你的靴子 你也要保持一个好的腿型 千万没有太多坠肉 紧很重要 然后 嗯 说到这个 嗯 我发现我买的鞋哈 很多包括从靴子也好 或者单鞋也好 SWIT 翻毛材质非常多 比如像这个 比如像这些鞋子哈 就是翻毛鞋款的鞋 然后我发现它的这个饱和度非常的好 饱和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有很多彩色的鞋子都是翻毛材质的 嗯 而且翻毛鞋 相对来说 穿一穿会比较松 就根据个人的脚型会比较松 比较舒服 所以好多这个 而且翻毛鞋 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 嗯 嗯 让人感觉非常的这个柔软温柔 而且这个比较的优雅 嗯 说完这个翻毛鞋啊 我想跟大家说说 说这双鞋吧 这双鞋的 我会把这个品牌都标注在这个我的视频底下哈 因为我也不太确定它怎么念 别误导大家 然后这双鞋是 应该是它在 嗯 两三年前最开始流行这个方头鞋的时候 一票难求 那时候还没有mout sense 我是从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把它买回来的 嗯 对 它比较特点就是这种方头 漆皮 做了很多这种不同颜色和材质的组合 嗯 说说这个袜靴吧 其实这两年非常流行袜靴对吧 嗯 我会觉得就是袜靴对我来说 是最不值得 投资大价钱买的一个鞋 刚才电视没电了 太能喷了 每次 嗯 刚才说到袜靴哈 袜靴是我一个认为 最不值得投入大价钱去买的一个designer shoes 为什么这么说 嗯 你想想你一双袜子好几天 穿了好几天了 你还愿意穿它吗 然后尤其是 而且还有这袜靴的材质 我可能是那种特别不小心的人 就是出门很容易 就是 刮了碰了 或者哪 那么这袜靴一旦碰了以后 就没法穿了 而且我发现就是 如果说你穿一个 透明的这种 透明凉鞋 露脂的或者是这种单鞋 pump 你自己配一个彩色的丝袜 或者配任何一种袜子 你每天都可以换着穿袜靴 所以没有必要去 投这个就是 原价去买一双 这个designer shoes 的袜靴 但是我觉得 袜靴的元素非常好 所以我会愿意去买一些 就由袜靴 变形而来的这种靴子 就是包脚啊 包括到这个脚踝的这种 贴合度 非常像袜子穿在 穿在身上的这种感觉 对 包括它的这个纹路啊 就是这种材质的纹路 非常像袜子 但它其实不是 这个应该算是是了 就比较厚 比较厚的材质 但是不是这种丝袜款 我只是丝袜款的这种袜靴 而且它有更多的这种拼接 皮子的拼接 然后就是说到这个靴子 短靴 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元素 就是lace up 就是这种绑带款 绑带 lace up 我觉得lace up鞋 不光是靴子或者凉鞋 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它是很性感的一种元素 而且呢 你可以很性感 也可以很酷 然后说到这个lace up的靴子呢 我就想说说这个 peep toe 露脂 就很多这个lace up鞋 都会跟这个露脂的元素 就是漏脚趾的这个元素 结合在一起 就像这样的鞋 这个其实在这个 夏天到秋天过渡的时候 或者你配丝袜也好 你不穿丝袜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种坡根的话 就是不太累 也很帅心 这个就很酷 然后这个牛仔材质的话 就觉得更轻松 casual一些 对 对了 刚才说到袜袖 我还想说 你看这个 就是我们 其实很多的这种短靴 你就自己 这个是连体的 反而连着的 会让我觉得 没法清洗 不方便 你买一双短靴 然后自己穿一个高筒袜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而且还有一些 减零的效果 然后说到这双 哎呀 这双鞋 某人会知道 对 我跟我的客人买了一双 因为这个 其实我特别推荐你们 就是时不时的去看一看 Molesans的Sales专区 因为我们跟全球 150多家电商合作 每个不同的电商 在不同的时间 然后都会 发布一些折扣款的鞋 所以你相当于 Molesans的集合 会让你觉得 每天都有很多的这种 新鲜的折扣品会出来 而且这个 像这双 就是我捡到了 非常棒的一个折扣 我印象里 它价格应该是 6折往上了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 像这种 这么特别的颜色 你会首先觉得不紧脏 如果要原价买的话 其实我也会担心 会心疼 然后这双Cassidy的鞋 是非常有它的特点的 是它的链条 这个Chin的元素 但是Cassidy鞋 其实很多都是大高跟 厚水苔 反而这双靴子 我觉得非常的实穿 而且这个皮子 是这种stress leather 然后就是 这个也挺厚实的 反正怎么看 我怎么喜欢 无论是颜色 材质 然后舒适程度 太划算了 一定要时不时都去看一看打折 谁不喜欢折扣呢 对不对 说完打折 我说一下这个原价 其实我大部分的 这个Chanel的鞋子 都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因为你能花两双鞋的钱 买三双鞋 为什么不呢 但是关于那双鞋 那个就是我 下了狠手原价买的 然后这个是我 因为当时Giselle 在这个ChanelT台上 当时一走出来 我就觉得太特别了 然后所以我也忘了 是鞋买的衣服配的鞋 还是鞋配的衣服 是一个cashmere的材质 其实很不好保存 我会很会发现 它被虫咬了或怎么样 And anyway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然后这个就是 我的这些鞋子的一些 快速的浏览 然后我会从这里面挑出五双 你们猜猜我会挑哪五双鞋 然后作为我觉得日常穿着 非常适宜的鞋子 我们的这个主题是说最适合日常穿着的鞋款哈 不是最fancy的那些 先从我手里一双鞋说起吧 我发现我有一个这个天分自大了一些 就是我觉得我发现我选的很多鞋子 在我选的那季之后就变成了这个品牌的经典款 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接着又来出同样的鞋子 不停地在出同一款不同的颜色 或者哪怕就是一模一样的鞋款 所以看我的视频跟着我买东西绝对没错 这双靴子是Jimmy Chu的这个Toni 90毫米 9厘米的鞋跟 谢谢你们每次都指证我在我的视频底下 我有说过我自己的这个最高能承受的就是10厘米的鞋跟 或者105毫米 但是就短的嘛 一厘米我就觉得好走很多 然后这双鞋其实我在选高跟鞋的时候非常的peaky 因为我觉得年纪越大 我越会想去买那些 我平时真正穿得着的这个鞋 这双鞋它还有一个也是叫 我会把它加到我的这个衣橱里面 是110公分 也是一模一样的鞋款 非常经典 只有鞋跟的高度110毫米 只有鞋跟的高度会高了一些 这个是一双stress leather的鞋 对弹性非常好 包腿也非常的好 我非常的喜欢这双鞋 你可以单穿 就是我的意思说你可以配这个载裤穿 你也可以穿连衣裙 把它穿在底下打底 或者是你穿一个短裤 怎么穿都行 非常的classic 非常的经典 我特别推荐 说完这双鞋 我们说说这个 stuart where's my 这双鞋 应该是我 这个lowland 这双鞋应该是我 我应该是至少是去年还是前年在买了 这也是它继续持续出的经典鞋款 它唯一就是因为它是这个美码的鞋 所以略大一点 偏大 比如说us6.5 适合这个37的脚 我平时这个其实平底鞋是37.5 但是我穿它us6.5就非常合适 所以它至少大了半码 这双鞋非常适合日常穿着 然后也不会累 然后它你看是我 像我说的是胶皮的rober sole胶底 可以stretch leather 它有一个小trick的地方 就是说只有stuart withman它的官网 是可以选鞋型的宽窄 比如说同样是4码或者5码6码的鞋 你都可以去选是窄型宽型或者是中型鞋 我们大部分国内的专卖店买到的鞋 都是中型它默认 或者其他电商给你的都没有选择 就是中型鞋 但其实我想说的话 其实中型鞋就适合大部分人了 除非你脚特别特别的瘦 或者你脚比较特别有肉 或者你觉得偏宽 这双鞋我非常推荐 非常适合日常穿着 然后也是永不过时 但是它还有其他的颜色你可以选 然后说到这双 这双是rag and bomb 当然了 我其实不推荐你现在这个季节 再去买白色的短靴 但是我想说的话 它有黑色的 或者说它有其他深色 酒红色的颜色的话 或者这种类型的 就是尖头的小跟鞋 我非常推荐这种kid and teal 这种鞋型的鞋 唯一我就会觉得说 你看其实它是一双白色的鞋 它是一个拼接白色翻毛 拼白色压光皮的鞋 但你有发现好像是灰色一样 这翻毛哪个颜色都挺好 就是这个白色不太好 就很容易很不惊脏 然后我为什么会买它 因为我觉得白色的鞋 而且我穿接非常不小心 很容易可能就脏了 或者说你不喜欢了磨坏了 所以rag and bomb这个品牌 我觉得价格也比较适中 如果你买白鞋的话 我很推荐 然后对 但是这种总来说这种鞋款 我非常推荐 因为它就像我刚才说的 卡在这个 它没有卡在小腿度 是在脚踝最细处 然后你配仔裤也好 或者这种日常单穿也好 都非常适宜 这双LV的靴子 其实Louis Vuitton这个品牌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我确实对它非常的谨慎 我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它日常背的包包 没有买过它日常背的包包 但是我发现我所有的旅行的 比如说背包 或者是旅行的这些鞋子 都是球鞋也好 靴子也好 都是他们家的 他家的鞋 让我会觉得旅行当中非常的安全 而且非常的 就是既美观又这个安全 什么意思 就你登山的时候 肯定不能穿个高跟鞋吧 我们穿个高跟靴子 但是这个它的 这个高度会拉伸你的腿部线条 然后显得你人很高 但是又非常的舒服 整个鞋的材质 皮质也好 或者这个鞋头的飞皮质也好 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耐磨金灶 然后对 这个鞋也是它的经典款 应该它这个颜色还有配色 但它每年会做一些小小的区别 这双鞋 我都会把它们加到我的这个Molesans的 Full Hole Full Hole 里面 然后说到这双Alexander王的大王的这双靴子 我也非常的喜欢 这双鞋已经它已经连续出了两季了 然后现在的话开始有些酒红色呀 或者我看它这一季有这个黑色翻毛 这个鞋 这个皮质比较硬确实比较偏硬 像这些户外的一些鞋子稍微硬一些 它做了翻毛的这个材质稍微软一些 然后这个鞋 你可以穿的很帅性 然后配个这个皮子的 或者这种Full Leather 这个仿皮裤 然后穿在这上面一身的这种感觉很帅气 机车夹克 你也可以穿个Tite 丝袜 然后鱼网袜之类的 现在很这个Sexy 很性感 唯一哈我不太喜欢这双鞋的地方 就是这双鞋我同样是个问题 我不太喜欢它们的绑袋 就是这个鞋 我喜欢它的绑袋有个头 你们看见了吗 这个头可以卡在这块 就是你松的时候它出来 但是像这种鞋 你松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这个凳出来 这个设计 就是这个鞋头的设计 我喜欢这个大王的这双 不喜欢这个LV的这双 但是我不喜欢大王这个鞋袋的 就它好像上面有一层蜡 特别的滑 特别的滑 这双鞋同样都有这问题 这不是蜡 但是你穿一穿这个袋 你记一下就松了 走着走着鞋袋就开了 这点是我不太喜欢它的 如果不bother 就是你不觉得受影响没关系 还是总体来说是非常百搭 实穿日常穿着的鞋 好了 这五双鞋就是我推荐给你们大家 非常值得秋冬入手的靴子 好 我最新买 差一点忘了 我最新买这双靴子 你们猜你们知道是什么靴子吗 有些人会知道哈 这双靴子是我actually 是我想买一双日常穿的靴子走进店里 太可怕了 女人进店 我想买一个日常穿的鞋 结果把它带回来了 我看到它 它没有我想要的那双这双鞋 但是我看到它以后居然走不动道了 为什么 lubaton之前出过这种柳定的鞋子 但是超级沉 超级沉 但这双鞋 首先是socate改良的 是100公分 完全可以走 鞋型也没有那么的窄 然后其实 有足够的空间 另外 你觉得这谁能错过这双鞋 绝对不行 它有个黑色 我非常的喜欢 对 这是我最新的一个收获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拜拜 Yeah We're done Bye